薄熙來出庭應訊 並沒有穿著籌衣 站在被告席 聽取起訴書 旁邊有兩名庭警看守 法院指薄熙來情緒穩定 健康正常 他對控方架證據沒有異議 認為是客觀真實 希望法官以合理、公正 按照國家法律程序來審理案件 起訴書指薄熙來在1999年到2006年 任職大連市市長、大連市委書記 遼寧省省長和商務部部長期間受賄 涉嫌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 在2000年至2012年間 又透過妻子薄谷開來和兒子薄瓜瓜 收受兩名大連商人 超過2179萬元人民幣的財物 而首日的審訊就針對薄熙來 涉嫌受賄的控罪 薄熙來在庭上推翻自己 接受中紀委調查時的口供 說自己當時因為軟弱所以遺心認罪 他否認收受過大連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總經理唐超臨110萬元人民幣的賄款 還指責對方是想透過無限他 立功獲得減刑 法庭引述谷開來的作工 表示曾經在瀋陽屋企家的保險箱 使用過唐超臨的賄款 但薄熙來反駁指證詞非常惑稽和可笑 根本沒有足夠證據 證明保險箱內的錢就是唐超臨的賄款 辯護律師也指谷開來有精神障礙 質疑證詞的可信性 而法院指控遍雙方在庭上多次對抗交鋒 薄熙來及其辯護人就某些細節性問題 反覆提問形成多次對抗性交鋒 另外控罪還包括貪污罪 薄熙來被控在2002年任職大連市委書記時 侵吞大連市政府合共500萬元人民幣價工程撥款 而當局去年調查谷開來殺害英國雙人海悟德案件時 薄熙來被控多次濫用職權包庇 從而觸發黃立軍案發生 其行為是導致上述案件不能及時依法查處 和王立軍叛逃事件發生的重要原因 並造成了特別惡劣的社會影響 致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 情節特別嚴重 而進行今次審訊的山東濟南市中級法院保安加強 大批公安巡邏有封鎖附近街道 阻止民眾靠近法院 香港歡頻電視機只要金營報導 導臨